欢迎大家收看由乒乓网为您带来的乒乓球技术解答 本集主要讲了拉好远台弧圈必须具备的条件 分析了拉远台弧圈的技术要领 提醒球友训练时应以近台进攻为主 再强化远台相持 有球友提问 如何能像许昕一样在远台拉出高质量的弧圈球 这位球友提到的想拉出高质量的远台弧圈球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为远台弧圈球对身体的发力和步伐的调整 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在移动中制造过往弧线需要有比较扎实的功底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窍门能够提高远台弧圈球的质量 许昕的正受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不论是近台中台远台的弧圈球能力都是超强的 尤其是比赛中的远台队拉更加的赏心悦目 虽然是退到中远台拉球 但是拉球动作潇洒自如 弧线优美 混定性强 关键是杀伤力依然霸气十足 中远台弧圈球和近台弧圈球相比 动作幅度更大 由于是反拉对方弧圈球 难度也是更大 中远台弧圈球 击球点是在球的下降期 在下降期制造球的过往弧线 这样可以更好的提高上台率 拉球时打和膜要结合 对于远台的拉球 我们有更充分的时间去调整位置 通过来球的线路调整拉球的位置 即使是在下降期拉球 也要保证击球点一定在身前 一定要通过脚下的移动去调整 让自己的击球点一定是在身前击球 由于已经退台 在下降期拉球的时候 要运用到身体的力量 更多的是腿部的力量 在拉下降期的时候 紧紧把手沉下去 身体重心不往下压是不够的 一定要把身体重心下降 腿部往下压 这样在拉球的时候 身体的重心就会从下往上去谈 我们很多球友 在远台拉球时 大臂会发力过大 其实远台拉球也是大臂辅助发力 大臂不需要发力过猛 主要还是通过前面提到的 身体重心下压 腿部下压 在拉球时 从下往上顶的时候 已经可以给球制造一个弧线了 所以一定不要大臂发力过大 更多的是用身体发力 这样下一板的还原和稳定性 都会有所保证 虽然是下降期击球 但是击球的时候 不能全靠摩擦 在击球的时候 要先撞击 先往前顶住来球 再往前向上去摩擦 然后通过前面提到的重心下压 腿部力量及身前用力 拉出高质量的远台弧圈球 我们很多业余爱好者 在打球的时候喜欢退台 追求中远台相持 但是中远台的相持 对自身能力要求很高 退台之后 往往力不从心 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足 导致丢分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地 坚持以进台为主 然后加强中远台的相持能力 毕竟用简单的套路得分 不是更好吗 希望今天的解答 能对球友们有所帮助 如果在打球过程中 有什么问题 或有更好的建议 欢迎一块来交流讨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球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